大家好我是远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新活动要怎样去玩 目前我们的热力上跟游戏里面呢暂时还没有这两个活动 是有啦 不过还没有推出 那么在推出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怎样玩的 首先我们先讲盗贼活动 那基本上盗贼活动你召唤之后他会跑出一个盗贼 你要派队伍去打他 派多少个队伍去打他都没有问题的 那这次的盗贼跟我们三年前的盗贼是不同的 这次的盗贼他会释放技能跟我们之前玩的活动差不多 但是之前的活动是全部人都可以一起玩的 这个活动是自己玩的 打的途中也是会获得金币 然后你打到某一个等级他的奖励就会提升 是可以拿到金头 不过还是一样有概率啦 那么官方会这样改 我觉得是之前太多人抱怨奖励不太好 可能拿到的奖励太少之类的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玩的时候需要固定一个时间才可以去打 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就知道 或者是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那比较起来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的 可以自己打也比较方便一点 又不用特意跑到某一个地点去打 那在刚刚你们也看到他会释放技能吗 技能描述呢 他是有写在详情里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这次盗贼只有三个技能 之前还有一个突然消失 就是在地图上突然不见 这一次没有了 首先第一个技能烟雾弹 他释放之后你会在地面上晕眩两秒 至于范围的话是圆形范围 不过不是说每一个队伍都会中招 有些会有些不会 你们看我刚刚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了 我这边再放多一次 时间也不会太长 晕眩好之后再回去打就可以了 第二个技能囚禁诅咒 随机指定自身一个队伍 标记一段时间后对起释放球龙 他会被锁着六秒 你们也要注意看我放的画面哦 他释放技能之前都会有一段画出来 他就讲老实的呆着吧 之后我的队伍就被锁着了 像刚刚的烟雾弹 他是说常常俺的烟雾弹吧 第三个技能陷入女者 那这个技能也不用说这么多 你们大概也知道了 行军速度会降低60%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失 不过画面还是放给你们看了 进了泥沼就跑不动了 然后你的队伍就全部嗨辣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你们玩这个活动的话 带一些跑速比较快的统帅会比较好 那当然的除了跑速快 攻击还是要有 你打的越多越快的话 他的奖励就会提升的越高 现在看到我的箱子只有一等级而已 因为真的是打太慢了 不过你们别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 还有战斗阶段第二个 巨石压顶 那因为我这个小号没有办法打到第二阶段 所以没有画面给你们看啊 你们可以优先看一下他的技能是怎样的 巨石压顶他会随机丢两块巨石在你的队伍头上 但是你的队伍在击中之前呢会有警告 被打中会晕眩六秒钟 第二技能陆在何方 丢出炎木弹之后进入隐秘状态 并且向随机方向移动 五秒钟后重新出现 隐秘期间盗贼无法被选中 那之前我们的夺宝大盗活动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功能 也是有这个技能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些小技巧啦 就是他在隐藏之前 你先点他的队伍 你不要按攻击 然后等他消失之后 你才来去按攻击 你的队伍就可以自动找出 盗贼到底在哪里 这样你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啊 到处去跑又找不到盗贼在哪里 不过这个方法我不确定改了没有啊 你们可以尝试看看 第三技能连黄锁链随即指定 标记自身周围的一支队伍 也就是说你标记可能像雨 然后他旁边有其他队伍 他周围的也会遭殃 脚下会出现预警 预警结束之后该队伍 以及周围内的部队会被囚禁六秒钟 泥沼之路脚下会变成一片泥沼 泥沼将跟随盗贼移动 会降低行军速度80% 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消失 那在你一开始攻击盗贼的时候 只有7分钟而已 所以你们要把握这个时间尽快把他打掉 打到的奖励越高奖励越丰厚 接着是遥游接乐 那之前有讲过大概他的玩法 今天讲详细一点 参加活动需要一名队长4个成员 组队方式有两种 队长可以邀请或者是随机匹配其他执政官 作为队员参与抽奖 那这个活动他会给你选择六张跟一张入门卡的选择 如果你是选择六张 也就是说你是做队长的话 你可以选择随机或者是邀请朋友做匹配 只有一张的话 你只能随机匹配 你不能跟你的朋友邀请你朋友一起匹配 那你作为队员只需要花一张入门卡而已 但是他匹配的时候他会找一些随机匹配 但是他是花六张卡 也就是队长跟你匹配在一起 也就是说四张卡片肯定是会被抽完的 第四点再想先看版本有讲过 他里面总共会有四张卡片 每一个人只能选一张 每一个人抽完之后 剩下的五张会给队长 队长他给六张入门票嘛 其中一张是自己选的 其他五张是随机全部给他的 所以这个很正常 进入匹配之后 如果不够队员来组队伍的话 官方会自动归还你的入门卡给你 抽奖过程中 选择卡片后不可以更换 如果你抽到是已经觉醒的统帅 每抽取到一次 则会归还一张礼签 跟不同的王国匹配的时候 他会根据王国历史 执政官获得的统帅 也是会不同 不过概率是一样的 活动结束之后 如果你有还没用的礼签 他就会以一比一的比例归还给你 你买这个礼签需要用到五百宝石啦 就是说如果可能你还有六张的话 六五三十就是会归还你三千宝石 那大致上他的规则是这么多 不过我还是建议各位 你们找朋友一起抽会比较好 至于镜头方面呢 有问过官方 官方讲是有保底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设章卡片里面肯定是会有镜头 或者是统帅雕像是肯定会有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抽到 只有其中几个人会抽到而已 在刚刚我玩的时候 确实也是有拿到镜头 你们可以看这个截图 别人也可以拿到 我也可以拿到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拿到 就是队长会比较吃香一点 可以直接拿到六个奖励 但是相对的 他需要花的宝石可能比较多 或者要准备更多的礼签 才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奖励 那当然的 大家也想知道 到底里面有什么奖励内容吗 这里也是有列表给你们看 那这边你们要看清楚 他是有写项羽1 就是讲他会直接给你10颗头 如果是写雕像就是1颗头 有一些他是写5颗头 所以这边会比较混乱一点 你们要专心去看 那肯定的概率最高的就是1颗头 概率最低就是10颗头 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吉尔加梅神 也就是金山山 他的概率是特别低 0.049而已 你们可以看其他的统帅 比方说项羽跟八家鹅 至少都有0.2 但是你们看金山山 他只有0.049而已 所以这个有一点不公平 可能是现在的版本金山山 他做集结比较强 所以他给的概率比较低 至于下面的奖励 当然有包括通用镜头 但是通用镜头的概率呢 也是算蛮低的 跟金山山一样 只有0.049的概率 如果是拿5颗头的话 他有分别5颗 2颗 1颗 不过你们往下看14.955的概率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加速 经验书 材料 概率都是特别高的 镜头反而很低 那总结来说 抽卡活动还是看运气啦 运气不好 肯定是没有办法抽镜头的 但是官方那边都有保证 至少会有保底 设账里面一定会有镜头嘛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你们邀请 队友会比较好 至少你好处都是给自己人 不要给别人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你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活动 等明天更新之后 应该就会看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